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身虽然不足为患 可是严氏帆不能小瞧 金夏眉头紧锁 将层服叫到一边商量了一遍 紧接着安排下去 不过离开沙城之前 金夏没有忘了一件事 找了一间没人的病房 给杨成万打了一个电话 师父 您方便接听电话吗? 金夏 这还是金夏失踪之后 第一次联系杨成万 终于千尔听到金夏的声音 杨成万心里松了一口气 你没事吧? 现在在哪了? 师父 我没事 不过路易塔 还没醒过来 杨成万沉默了一瞬间 顿了顿 问道 伤得严重吗? 伤在头部 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什么时候醒过来还不好说 那就好 金夏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不急 师父 我跟路易之前在沙坑里遇见路大尖了 路易在他身上装了一个追踪器 剩下找人的事到时候我交给其他同事 还请师父盯着点 金夏顿了顿 继续说道 我会带着路易回去 路家那边还请师父照看着点 我妈那 您给他个心理准备 这一次路易是为了我受伤的 我不会抛下他 金夏坚定的语气让杨成万心底沉了沉 不过此时也不适合说什么 只是叮嘱他小心为上 挂了电话 有些不放心 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安保局在沙城的人 安保局这一次大部分的人手都放到了西北 不但基地的事情要他们去解决 还有路大尖的事情 外加路易这个案子 杨成万眼睛一转 想着路易要回帝都 便想将路身调到西北 谁知道严氏翻先发制人 路大尖的身影在帝都现身 路身闻风而动 直接抢了这个案子 抓人去了 金夏之道后 眼眸沉了沉没有说什么 他现在有些怀疑 这个路大尖背后的人是不是跟严家有关 否则他这边刚穿出去有追踪器 那边人就跑到帝都了 现在路大尖就是个黑户 还能千里迢迢跑到帝都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谈 不过此时最重要的是将路易送回帝都 其他的鞭长莫及 层服的动作迅速 安排好之后 路易的虽然没有醒 但是各项指标都平稳 一行人便起乘回帝都 路易要回来的消息没有瞒着 帝都这边也接到了消息 颜家 大哥 宅兰叶坐到颜世帆的身边 束手轻轻地揉着颜世帆的太阳穴 颜世帆本来已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宅兰叶的力道不轻不重 他顺势便躺在了宅兰叶的腿上 示意他不要停下 宅兰叶勾了勾嘴角 自从上次他被赶出颜家之后 大哥便再也不让他近身 没想到今天竟然不反感他的靠近 一时间有些开心 颜世帆察觉到身后的人情绪的变化 心里哼了一声 面上却露出一个惬意的笑 蓝叶 路易要回来了 宅蓝叶的手一顿 而后若无其事地说道 他不是受伤了吗 这些日子 颜世帆根本不让他接触颜家的事物 路易受伤的事情还是从外边听来的 他这心里一时不知道 与自家这大哥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颜世帆并不意外 宅蓝叶会知道这件事情 陆家虽然封锁了消息 不过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当下勾了勾嘴角 据说还没醒过来 所以我去跟陆二老爷提一提 你跟陆参的婚事定一定 宅蓝叶没想到 颜世帆这个结果眼上会让他跟陆参定亲 想得出神了 手下的动作便停了 颜世帆皱着眉头 不满地说了一句 怎么了 没什么 宅蓝叶的手不轻不重地揉了起来 解释了一句 我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 颜世帆翻了个身坐了起来 将在蓝叶搂进怀里 怎么 舍不得我